记者苏金凤台中报道,近来网络传出台湾竹笋抹年年东京的农药的不实谣言,影响太平马竹笋的销售,农委会主委林聪贤今天到太平竹笋集散场关心笋农,挂保证竹笋没有用剧毒农药,而且所有农产中,合格率最高是竹笋,民众可安心使用,立委和新春则要求农委会要澄清。 今年7月下旬,网络流传竹笋都抹年年东京的毒药的影片,不实谣言以严重影响竹笋销售,立委和新春特邀请农委会主委林聪贤,亲自到太平区农会竹笋集货场辟谣,同时关心笋农和新春说,太平区是大台中主要麻竹笋的产区,种植面积200公顷,日产量约10公吨, 6至9月未盛产期,正是品尝的好季节,这个影片已严重影响到竹笋的价格,让笋农蒙受损失,希望农委会能澄清谣言,不要让笋农受损。 林聪贤说,今天到麻竹笋最重要产区太平区,沿路看到竹笋种在土地上,此处的土壤非常适合种植,排水也相当好。 林聪贤指出,网络传出竹笋抹年年东京,首先并没有年年东京这种农药,第二,好年东京这种用药,一般会用其他在平地,不会用在山区竹笋类。 林聪贤强调,这几年配合食安,加强抽烟竹笋,有田间有贩卖市场,这几年所有合格率最高是竹笋,用药量少,而且其实可以不用药。 林聪贤说,根据农粮鼠的调查,所谓不合格的部分,是农药撒在果树,偶尔微量碰到竹笋,而不是用药超标。 他推荐说,台湾竹笋又绵绵,白袍袍正是品尝的时节。 太平区农会总干事于文心说,太平马竹笋价格好的时候,正常时期好的价格有三、四十元。 台风时还上扬到一百多元,但因为网络谣言,让马竹笋前一阵子跌至十八元一公斤,现在则回升至三十五元。 孙农说,过去马竹笋一公斤约四、五十元,但网络谣言跌至十多元,现在只回升到三十多元。 孙农都希望农委会赶快辟谣。